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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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着美笑颜的战场 场景的位置地带 新鲜的让人期待 有谁敢愿爱于现在 当活久日的时代 谁宁愿等着淘汰 还看不清 时间不会给你指引 可我想跟你找回自己 请别再等待 请再就决定未来 年少的白 被心安上色彩 请别再等待 管他人生的安排 一百年后一起都被取代 那就趁现在 就现在 不趁现在 就现在 不孤独 说实话 我不太能理解 你们那个时候的爱情 怎么可以这么伟大 这么有牺牲精神 要不是当初妈妈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这次我是不会来帮你的 只是过了这么多年 你心里难道没有一点内疚吗 每天都有 每天 每天 时间差不多了 我要回公司上班了 我送你 我以后 还能上这儿来看你吗 最好不要了 那我先回去了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住在这里 爸爸他为什么不可以住在这里 不要我们了 安静 乖 走吧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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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我的家 我哪儿都不去 爸爸平时对我们那么好 为什么要离婚 我要见爸爸 我要让他亲自给我解释 先生你好 做衣服还是取衣服啊 啊 做衣服 Bespoke Mate order Mate measure 哪一种 呃 你能再说一遍吗 第一次来 对 第一次来 还请小哥多多指教 哪里 你是我女神的朋友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坐 苏静是你女神啊 你是哪家投行的 你怎么知道我是投行的 来这里的客户 百分之八十都是做投资的 你不属于这里 那你觉得我属于哪里呢 我女神从来没有介绍人来这里 再说了 我也不相信我女神 她会有一个穿花间西装的朋友 反正我肯定认识她 她也肯定认识我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嗯 那好吧 你过来看一下 英国面料还是意大利的 英国面料还是意大利的 这是英国的 这是英国的 哦 有什么推荐的吗 第一套定制西装 推荐做英式的 英式的 你看着办吧 后来那是英雷多美释迦宝哪一种 哪一种 哪一种 哪一个 对了 支数要多少 反正你女神肃进给了你多少钱 你就做多少钱呢 怎么 你看我值多少钱 好吧 那你等我一会儿 别动 哎 哎 哎哎哎小心点啊 没事不会扎到你的 很好 完美 好什么呀 很适合你啊 哎 思雨啊 你怎么来了 过来取衣服 装好了吗 大人做好了 一定进 今天店里就你一个人啊 你爷爷呢 爷爷刚从伦伦回来 在家里休息呢 对了 她的客户给了她一些茶 要不要给你泡上 好啊 谢谢 好 我这就去 我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有茶 你等会儿 喂 你 别乱动 在这里得罪谁都别得罪裁缝 我动怎么就得罪她了 不要 你看看你这个人 你看看你这个人 我让你不要动不要动 你现在把全部都动到地上了 怎么办呀 你看看你 自不信的帮我弄成这种乱 我还怎么工作呀 对不起啊 给我给我给我 我不是故意的 什么不是故意的呀 哎呦 你看看这上面 全部都那么脏 我的腰毛 哎呦 全脏了 我来帮你吧 怎么可以劳烦你呀 别跟我客气 那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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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裤子的布料在哪里啊 还 还有裤子 你不穿裤子啊 菲菲你帮我 好嘞 你找我啊 好了 你先去里面等我一会儿 一会儿我再来帮你弄啊 去哪儿 那儿啊 不是 我怎么过去啊 你自己想办法呀 大男人一个的 你先去哪儿啊 你 原总好 赶紧帮我几个一茶 好嘞 素质啊 白白喝点茶 一会儿吧 我定了就拍衣服 原总 谢谢 每个月你都穿不一样的 要说最爱臭美的直男 你绝对拍定 有没有喜欢我多一点的 这个问题我要慎重回答 正好你在 我试个衣服 帮我参谋一下 好啊 原总进去了 那那个男的 你先去忙吧 就你 怎么样 有没有郑重红薪 就差一点点 说明我还有进步空间 我很喜欢 够自信是好事 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呗 不了 晚上我还有事 不吃饭也行 一块儿喝个酒 去你家还是来我家 反正咱俩家住那么近 这是什么呀 哎呦 菲菲 你都帮我剥红地毯了 哎 哎 哎 别拽 别拽 哎呀 别这么拉呀 别这么拽啊 哎呀 越拽越长 你出来 哎呀 你别说 我这边来不及了 我要先走了 走 走了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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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 你帮我休息一下 我不能过来取 我 这 你这个超级干什么你 许什么许 许什么许 你这个是什么呀 你只用你刚刚躲起来干嘛 你就出来跟袁总打个招呼啊 也不至于那么尴尬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没出来 你肯定是想偷偷看 袁总跟苏静的那私情 袁总是不是在追她 看着像了 我觉得他们两个特别熟 并不像刚认识 不过也正常 袁总是从美国回来的 苏静也是 圈子就这么小 认识很正常 不过袁总原来喜欢这样的 我之前一直以为 他喜欢那种 哇 漂亮的女艺术 那你真的是太不了解 袁总了 前台秘术固然是好看的 但是 袁总看不上了 袁总他心 气多高啊 那你说他能 拿下苏静的 你叫我车啊 没有啊 雨冰 不是 何教伟 好久不见 你之前不是一直在成都吗 怎么来上海了 我都来上海一年多了 好小子 来一年多都不告诉我啊 不是啊 来了不得先熟悉一下吗 这刚刚了解情况了 就过来跟你见面了 你们两个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但是 嘘 不可以跟别人说 这是在公司是保密的 哦 我明白明白明白 厉害啊 雨冰 果然是金融财俊 就能追到我们的笑话哈 你开四个圈 骂谁财俊呢 骂谁呢 我这就是入门版 才三十多万 还赶不上你一个投资项目的分红 老同学 看来你对我的误会 比黄埔江还深呢 别假谦虚啊 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啊 得赶紧拿出来看看 我倒要看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 就是财富没有神话 作者方玉冰 荣顶资本上海公司投资副总监 行行行 你别含抢我了啊 说吧 这回来是不是无视不动三宝店啊 我是专门过来请你签名的 签名 是要我签在这本书上的 还是签在这 果然是老同学有默契啊 是吗 只要我能帮到你呢 行啊 别在这儿说了 咱找个地方坐一下来聊聊 没关系 你们正事要紧 坐下来好好谈 你来一趟也不容易 我刚好逛个街做个头发 我先走了 好吧 那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可以啊 上哪儿找的又漂亮又懂事的 笑话女朋友 去听啊 当然挺好的了 这你还想挑什么 不过人家说了 看一个男人 就得看他背后等一个女人 你现在的心肠水平 我相当地信任你 我的心肠水平 就冲你这句话 今天我请客 走 走 走 来 语斌 老同学 识别生日当刮目相看啊 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光速蜜语 是你们公司做的吧 是 我今天啊 还就是为了这个事来求你 用求字太严重了 你开四个圈 我最多是给你跑腿的 说吧 什么事找我 咱们这关系我就 开门见山不跟你绕完说了 你知道我三年前辞了工作 自己创业 然后开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吧 我知道呀 我之前回老家 我妈跟我说 说你们公司 卖了一个新研发的软件 赚了好几百万 是不是 赵伟啊 你现在可是我们家乡的大哄人 你可千万别这么挖苦啊 我当时的那家公司啊 就是现在的光讯 当时公司创立的时候呢 我们只有三个人 光速蜜语上线之后 我们就倒了二十来个 本来 你看 事情是挺有起色的 结果伙食那么一搞 好几个投资人都撤资了 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们的光速蜜语 比伙食的漂流瓶 要有竞争力呗 你看 漂流瓶 比我们要早上线大概是两年的样子 但是它们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的软件推出了之后 它们的固定老用户群 就一直在流失 那 最近的报表也显示 我们的客户增量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它们 所以 这是同类型软件都会遇到的公平竞争啊 现在市场那么好 你们的投资人为什么会撤资啊 我跟你说实话 因为 我在开发升级板 不是吹牛啊 但凡我的升级板上线了 它们必死无疑 所以它们现在 一边在攻击我的服务器 一边在外面乱说 说我抄袭了它们的核心技术 我们的核心技术完全是我带着 我们的公司上上下下的员工 熬了几个眼熬出来的 我怎么可能抄它呀 你是没看见 它那个代码有多粗糙 谁要抄它们呢 但是你的投资人 相信了伙食他们说的话 人家是一个行业大佬 说一句话就能给我断粮 玉比 我是真没办法 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投资人 真的 那你们熔顶感兴趣吗 要是你们熔顶能投资我们的话 那十个业余来 我都不怕 怎么样啊 我们熔顶不太适合这个项目 你是觉得我们这个项目太小 配不上你们吧 玉比 我跟你说啊 我是准备五年内上市的 不是小打小闹啊 赵伟 我给你个中肯的建议 依照你们现在公司的情况 我觉得 天使投资更适合你们 你这是开始跟我打关枪了是吧 我说句不好听的 投资本来就是大浪逃杀 谁能够抓住机会 谁就能够挣大钱 你不再考虑考虑也就拒绝这个机会 你先别激动 我先声明 我丝毫没有瞧不起你们公司的意思 但是我了解荣顶啊 荣顶 我们没做过这种项目 这种项目 玉比 你这么说 就有点见外了吧 我们这么多年的同学感情 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往火坑里跳 而且我跟你交的可是公司的十点啊 你要是听完这些话之后 依然要摆出一副 场面上聊天的态度 我可就心寒了 我们同学十几年 这份情谊永远都在我这里 我知道 在学校的时候你就最长了 所以我再说一遍 如果说我们融资成功了 而且产品能够顺利地推出 那这个说过 有你的一份 就怕你跟我说这种话 你什么意思啊 是这样 赵伟 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是代表荣顶来跟你谈这个项目的 所有光讯科技的新软件融资的判断 都是基于荣顶的立场 以荣顶的利益为优先 你们公司的成与败 跟我私人没有任何关系 荣顶给我发工资 我不希望你替他们多给我一分钱 私下里也不需要给我任何好处 我们对光绪 那是工对工 这点您能答应我吗 这是我们的君子协议 方韵宾 你什么意思啊 你跟我摆什么架呢 我跟你说这些 都是为了我们俩的感情 你有 你也知道 如果在公司上掺杂着私人情感 往往会把这件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而且我们是搞投资的 顺钱 很容易就闹白了 我是为了保护我们俩的感情 我才跟你说这样的话 行了 你明白你的意思吧 不想帮忙你就直说 不用绕这么大的文字 好不好 而且我也知道 你内心根本就看不起我们这些小公司 更看不起我们的小项目 是吧 但是我本来以为你会看到我们的同学情欲上 给我帮个忙 是我家了 好吧 我会来找你要饭吃 饭也要找 挨了你一门棍子 你绕来绕去跟我说这么多 我也知道你的意思 方韵宾 从今往后 如果我再来找你 我是你孙子 赵伟 我没说我怎么忘你啊 行了 你这句话留着骗你自己吧 让开 我希望你冷静下来 好好想我的这些话 再想想 再想想 我怕我我真的吐你一脸 你的事情我会跟上次汇报的 不用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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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还教育员买点 这个涨势不对 我们的仓位在多少 方总你看 请问问 暂时不买 方总 我真不买 你也看得出来有人在追悲我 在没有搞清楚状况之前 我们盲目的跟风 捡得很有可能不是钱而是炸弹 先别管京盛店子 去买合成实话 方总真不买京盛啊 不买 小张 我跟你说啊 京盛必买 不仅要买 还要重仓 这年终奖可就指着京盛了 是 孙总 方总 我的意思还是不买 卫比 我说你这叛逆的毛病怎么诱发 你干什么也不能跟赚钱过不去是吧 孙总 你也得小心 这今生明显长势不对 你忘了上次历经益子 追涨沙跌 最后赔的裤衩都没了吗 小张 你就听你们方总吧 你们方总不仅穿着裤衩 还套着西装呢 孙总 你没必要跟我置气 我们做投资的 都是凭本事说话 谁都有看错的时候 方总 那我还是不买 是 方总 你把钱都可以 上抢完 我 我 我 你不试她 垃圾 走 然后你去看一下 去看施衩一下 涨几天了 四天 四天都暴涨 我上午看 大盘行往下定了三十多个点 可这金盛却涨了三个点 兄弟 我跟你套个底 我听说金盛有一个价值五十亿的 集团新规划启动 他们准备建一个通讯营营帝国 这业界十分看好 所以股票财疯涨不停 你从哪儿听说的 金盛的没不相信 可信吗 当然 习惯逆向思维的方总可以选择不相信 对吧 傻账 丁总 金盛的股价不太对劲啊 你看需不需要 用华子贤出来谈一谈 好啊 见面的事 我会安排的 好 但最好尽快安排 要不然 我这边投资经理 没办法做策略 金盛的股票上涨 在我看来是正常的 你不用看到这一场 就这么紧张 A股市场是靠广场五大妈来支撑的 千万不要小看散户 丁总 你又开始说笑了 股票就是要说说笑笑的谈了 小元啊 你不是要去口头禅吗 是什么来着 TicketE Day 放轻松就对了 好 我知道了 进来 丁总 我想跟你谈一下 金盛集团股价的问题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 我觉得金盛集团股价持续涨涨必有问题 我也觉得有问题 但是碍于丁总和华子贤的关系 我不太方便直接上手处理 我在等丁总约华子贤的时间 在他们没有见面之前 我觉得你可以先抛掉一点金盛的股票 给华子贤个信息 让他知道 最好我们明白他的小动作 我要让华子贤明白 不要怀揣任何的侥幸心理 赶紧出来 跟我们面对面的谈 他华子贤 就是让这跟丁总是占有关系 这话不应该出自你的嘴 这次我倒没听见啊 不要试着揣测老板的心理 如果你心里有什么疑惑的话 赶紧给自己找条后路 明白吗 老板是能随便聊的吗 说曹操曹操到 丁总 为什么 是吗 好的 我知道了 是出了什么事吗 是出了什么事吗 你那天那个新书发布会 办得怎么样啊 我在微博上还听你转发了呢 全靠袁总威力 宾客如鱼 作物学习 我怎么说也算是半个网红 你总得把那天打车的钱给赚回来吧 早知道这样的话 我就打一辆保时捷了 不过话说回来 那天来的宾客三分之二都是女性 一看就是袁总的侯供团 这马屁拍得舒服啊 说吧 找我还有什么事 袁总 是这样的 我有个老同学 是一家小型IT公司的老板 他做了一个社交软件 想让我们公司投资 其实这件事我本来挺顾虑的 我担心其他人说我公司不分 搞裙带关系也非自己模佛力 其实这个软件已经面世了 就是光速蜜语 他们现在正在和伙食的漂流瓶掐架呢 为什么 因为人家伙食的漂流瓶说 他们剽窃他的创意 那你个人的意见是什么呢 其实这两种软件是同类型的软件 有相似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伙食他们一直说一直说 却拿不出证据 这种判断呢留给专业的人去做了 我只想知道你那个老同学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这个老同学叫何赵伟 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学霸 是个典型的技术狂 是那种为了技术研究可以死磕的人 那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对 他非常要面子 一旦有人反驳他或者阻拦他 他就立刻马上反击 那他作为一个管理者 他做得怎么样 稍微显得有点理想主义 有点书生气息 毕竟他是搞技术发家的 工资现在多少人 二十多个 二十多个 有他名片吗 有 何赵伟 你知道吗 投资有三个标准 第一是人 第二是人 第三还是人 投资就是投人投团队 你这个老同学 有两点我非常喜欢 第一 他爱面子 执着 第二 他迷于技术 够专注 看他名片就知道 简洁明了 开门见山 我最讨厌那种 折叠式的名片 你见过吗 那种 折起来的 里面密密麻麻写了十几个公司的职务 什么某某某公司的董事长 某某公司的顾问等等等等 这种人啊 我一分钱都不为头 理由很简单 他不够专注 没有终点 其实我在跟这个何赵伟接触的时候 就已经拿了您的尺子悄悄量了一下了 不然我也不敢贸然地把这个人推荐给您 我看你的专业是谁拍马屁的吧 坐 坐下聊 坐下 坐下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现在有问题要问你 袁总 您问 你告诉我 你这个老同学何赵伟 她的弱点在什么地方 性格上的弱点 她不够理性 处事冲动 我觉得她会影响到以后股权的主动权 我恰恰到觉得这是她的好处 袁总 我不太明白 我再提醒你一下吧 我说的是她的弱点 她平时开什么车 奥迪Q5 她是不是跟你说过 她是公司最大的大脑之类的伙 她说核心技术都是她主导 其他人都是打下手的 还不明白吗 我懂了 何赵伟不够大气 胸怀有多宽固 决定了事业有多大 大气的人往往凝聚了一脚 她能集结身边一帮人才 何赵伟牢牢地把核心技术抓在手里 从上抓到下 这样会让她身边的员工没有存在感到 这样所以才削弱她的凝聚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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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可教 袁总过奖了 那 咱们是投还是不投 可谈 但一定要保证 核心技术的原创性 是的 袁总 我明白 本来我还以为这个项目 我们容顶会觉得小呢 现在投资市场这么乱 咱赚就赚点 但记住啊 滚雪球这种事 考验的是你 不是你这个老同学 明白 袁总 好 那我这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何赵伟 赶紧去 玉比 你现在都约人来这种地方谈事啊 果然是登上了熔顶这艘资本的航空母舰 那视野都不一样 哪有那么夸张 什么航空母舰 我们这也是从点点机机做起来的 就像现在一样 你是怎么说服你老板的 他这个人怎么样 我们老板叫袁瑞朗 是个相当有意思的人 他一向秉承承 眼高手低 这不是个贬义词吗 袁总经常跟我们说 眼光要放圆 但是做事情呢 却物以善小而不为 浩高五远是现在投资的大忌 比如说啊 一个大项目来了 一来就是两个亿 但是增值空间只有百分之五的话 那我们宁愿选择一个只有几千万 但增值空间能翻好几番的小项目 现在市场那么乱 项目的体量对于我们来说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那我是赶上好时候了 那当然 你当然是赶上好时候了 你只要抓住你手上的核心技术产品 站在风口上 猪都能吹上天 你跟我说实话 你能让我肥多高 这就是找你要谈的东西 赵伟啊 我是台股风机 但我必须要知道 我吹的东西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还是一头货真价实的大飞厨 上次在俩聊天的时候 我不都已经跟你介绍过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了 你也觉得挺好的 哪有那么简单啊 首先第一步啊 你得有详细的商业计划书 记住 千万要严谨一干 不要花哨 我们袁总是个极其讲究效率的人 你只要三分钟不让他看到终点的 那你就没戏了 那没问题啊 我本来就是技术出身 你让我玩花活我还不会呢 那就很好 在你上交商业计划书之后 等待审批 审批批下来之后 我就安排你跟袁总见面 好 谢谢啊 吃吧 实在对不起啊 因为我个人私人问题而影响到了你 没关系 这种事情很难预料 谁也不想的 你没有上到哪儿了 没什么事 谢谢关心 那你说 你想让我怎么不上你 只要你说出来 我一定满足的 刚才都跟你说了 既然是个误会 说清楚就好了 你知道我不是那种矫情的人 在你心里 我是不是特别的话 特别乱来 所以你才不理我呢 每个人都有权利 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放心 不会因为这种事情 对你有什么偏见的 我就说嘛 你是最了解我的 也是对我最好的 你以为我想找那些女人吗 我对那些女人根本没有感觉到 你知道这些年啊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 你不是不知道的呀 别这么说 你太太听了会难过的 她 她才不会呢 她是嫁给了我的钱 她又不知道 那你呢 你为什么跟她结婚 你呢 我们俩 各取所需呗 挺好 各取所需 就是最老扣的关系 有句话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但你别像上次一样多心了 你听我把话说完 好 你说 在整个项目当中 我们要装成陌生人 荣顶是个内部庞大 却复杂的公司 内部派系很多 玩音都很得不在手术 我不擅长玩这些 我只喜欢看我自己 喜欢干的事情 这点你知道 而且这个项目 是我自打进荣顶以来 唯一一个接的熟人的案子 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玉边啊 上次我误会你摆架子 不愿意帮我 所以骂了你一对 对不起啊 没想到 你还愿意跟你老板推荐我 说实话 挺感动的 你的能力我是很信任的 我帮你是因为你的产品 配得上我的信任 我没有卖给你人情啊 我只投产品 不投人情 其实这两天我想了很多 这个游戏它不应该开始 它应该开始了 就会有人受到伤害 为什么 我喜欢了你十年 我喜欢了你十年 苏静啊 我呢找了一个特别靠谱的小伙子 送你回去 是你啊 你没事回来一趟 我有话跟你说 差不多了 很快就回来了 你要是困的话你就先睡 明天谈也一样 苏静 那个门没你我真的开不了 能帮帮我开起门 喂 苏静 起来开门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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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